第十條,這條是關於 moment 的問題 首先我要看看 case 1 的情況 因為一頭什麼都不放的話,其實它的尺寸都會固定 而兩條繩的 tension 都是 1 N 代表這把尺寸的 weight 會 2 N 而它的 center of mass 應該是中間 我們透過 case 1 就找到一把尺寸的 weight 於是當我計算 x 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 2 N 畫上去 現在題目給了你 2.3 N 就是 Q 但是 P 我不知道 所以我計算 Equilibrium 的時候 因為我當作任何一點的 π 都可以 所以我比較聰明的做法就是 我當作這一點的 π 於是當作這一點, P 已經是多少力都不重要 因為 moment 的 moment 是 0 好,接著我們看看 2.3 N 這個力 因為我在這裏描著,它會向上拉 那它就會令到 anti-quadwise moment 而 4 N 和 2 N 都是向下拉 所以就會令到那把尺寸有一個 quadwise moment 於是乎我計算的時候 於是乎我計算的時候 就是 quadwise 和 anti-quadwise 的 moment 抵消 於是乎我計算 n 的 quadwise 是 2.3 x 1 quadwise 是 4 x 2 x 2 x 0.5 於是乎,從這個公式 你就會計算到 x 應該是 32.5 cm 所以答案就是 B 謝謝 加油 加油 好